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應該看到了大漲的行情 我們就快速的來講一下現在的重點 要不要把握這個行情 首先日線的格局 日線的格局就是 這一波段的起點在這邊 12629 這個地方視為第一段 這邊有一個中繼整理 你用月K棒看得比較清楚 月K棒的話中繼整理這邊是三個月 所以其實如果是一個大N字的格局來講 這一段大概5000點 所以這個地方5000點上去做測距 要21,800左右 21,200到21,800 現在這個位置19,000多 那視言可見的大概差不多 兩到三千點的測距行情 測距來講的話 時間上美國6月如果有降息的話 當然最好 所以市場上第一個資金在期待美國降息 美國股市就一直漲 那我們這邊的話有520 所以大概3月4月好好把握 尤其3月 3月 我是覺得3月蠻重要的 因為3月是第一個越過 那越過當然兩種情形 就是說 因為這個高點越過 所以他這邊要做一個震盪的蹤距 震盪消失字 結果回來測19,000的意思 然後再甩一下 甩一下上去大概兩三千點 那麼接下來第二就是怎麼賺這個錢 首先來看一下前波的強勢股 那你看到神盾這些股票 前波非常的強勢 最近都黑棒比較多 所以很明顯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個局 你看從這個位置開始吧 到這個位置為止 他這個最高點跟今天的最低點 事實上是形成一個盤旋 那雖然時事線沒有破 但是我們看到在這邊 12345678910 10個交易日裡面 黑棒竟然佔了8根 對吧 前波強勢的股票 經濟科出來很遺憾 2月營收沒有跟上 沒有像1月營收來那麼亮麗 所以這時均有點彎下來 彎下來 那上一次整理的時間大概多長呢 那上一次時均彎下來的地方在這邊 這邊 大概中間差不多一個半月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 有營收好說話 每營收的話就有一點 怎麼說呢 就剩下市場上的一個期待 那我們在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那今天一個重點 你是不是所有的資金去縮哈台積電呢 那假設你不是這麼做的話 今天就有一些股票會出現這樣子的拉回 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前波的強勢股對不對 那每一天的低點都比昨天高 像這種時候就第一個日落點 會形成一個短線的賣點 那當然這邊第一次跌破了前一天的 低點以後就出現一個這個拉回 那當然雖然上升趨勢現在沒有失守 不過這種拉回是今天比較常見的現象 那這種拉回其實出現在好多的股票身上 神機 那你可以看到直接開低對不對 因為上禮拜我收一根長紅 今天直接開低 開低就壓回 所以因此的話我會告訴各位 今天躲在這個上漲369點的背後 今天很多的朋友他其實是沒有賺到錢的 這種狀況就出現在 比方說你追技嘉 其實追技嘉的話今天很痛 一根大腸黑超痛 技嘉這一根下來大概5%跑不掉吧 那麼有沒有可能今天這台追技嘉 照正常的操作邏輯理解不可能對不對 因為這種股票 你說他日限月限級別轉強 事實上在3月2月1月12月 12月這個地方是買點 3月2月1月12月 去年12月到11月中間 那有一個原因是在於說他的月級別第一次出現什麼 收的比前一根來的高 所以N字上工的話買點當然就這邊 那如果說對照這個時間走的位置 大概差不多250左右 250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一根帶量的地方250 那地方是一個月限月K棒的一個突破 那這邊當然有拉回坐右腳 右腳不破讓你買 所以買點最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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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在這邊 所以這個地方才去追 但完全不合理 那如果說你是短線上去搶這個反彈 勉強還OK 但今天才去追當然絕對不合理 可是如果說照產業上的想法的話 有些人可能會說美國股市就是在漲AI 所以我今天應該要這樣 那如果是對照我剛剛講的IC設計 跟這一次的伺服器三雄 你就可以很明顯地發現說 這個市場原來供到一萬九 很多人在供完年以後是沒有賺錢 那原因在哪邊 就是我剛才節目一開始說的 就整個節奏完全錯掉了 就我剛剛講的股票 全部都是對的股票 全部都是對的股票 但是我剛剛講的賠錢的買點 全部都是錯誤的買點 那也就是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解決你的問題的 絕對不是個股而已 個股只佔40% 實際上能夠解決你的問題 幫你賺到錢的買點 這件事情佔了60% 一檔股票你要買在好的位置 買進去不用等太久 72小時之內就發動 千萬不要買進去一檔股票等三個月 然後每天都在檢查它的基本面 這個你就有一點怎麼樣 本末導致了 我們的建議就是三月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你今天不是占上一萬九嗎 既然一萬九是新的原點 就代表會有新的股票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你佔上一萬九以後 回踩一萬九它不是一個支撐嗎 那有沒有你在公過一萬九的同時 你肯多的個股才剛剛轉強呢 我就以剛才的技嘉為例 技嘉是去年的12月轉強的 那技嘉在去年12月轉強 當時的一個狀態 能不能夠在今天的盤面上 三月份找到呢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在三個月之前找到技嘉的起漲點 同樣的 今天的三月份 你也可以找到一檔新的股票的起漲點 所以買新的股票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剛剛講的那些通通都是已經漲過的股票 漲過的股票你要抓到買點的話 要整理結束 在沒有整理結束的過程當中 像我跟各位講的 很多的型態跟這個所謂的市場期待的數字 他沒有鬥在一起就會開始做什麼 橫向整理 等到行情再次出現所謂的合併 那個時候出現一個情緒上的合併 看基本面的人的情緒跟看K線的人的情緒 都差不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會發動 所以旁邊上能夠買到新的股票 這就變成現在勝負的重點 很重要 新的原點帶來新的股票 簡單來講就是 如果這也是新的原點的話 你要找到三月剛剛起漲的股票了 那我們看一下輝達 輝達這邊在創新高對不對 這個走勢還蠻像台積電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超伟 他是一個大中繼平台上工 所以這個就非常明顯 行情開始要走一個平台上工 超伟應該後面還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美超伟雖然稍微有點比較慢 不過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從這個地方300塊美金到1000塊美金 只花了大概20天 所以這裡要中繼三角整理很正常 像這種走勢哪怕他是過了高點 他都很有可能再震回來一次 震回來一次 那事實上這個單日拉回20%這一天 他第三天就迅速的跳回時鈴上方 已經夠強了 簡單來講就美國是屬於一個超強的狀態 美國股市這個就是在等待那個降息那一天 那事實上自然既然知道今天有降息 那就不怕 再加上AI是全球共識對不對 然後各家的重要的公司的 基本上CEO這幾個都非常的會 你說它是秀嗎也不能說是秀 就是說美國的企業他們的領袖 常常會變成偶像 你仔細想看以前你看好幾個 對不對佐克伯他們 或者是說你看像馬斯克就最明顯 對不對他其實是蠻多人的偶像 哪怕是不做股票的人也會崇拜他們 但這個現象其實在台灣當然比較少見 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台灣的大佬很多 沒有辦法像他們那麼年輕 我們這邊很多大佬 當然也不是說70歲就不能夠當偶像 我還是覺得40歲左右的偶像比較多 那這是一個長期來看 蠻值得我們大家去深思的現象 因為現在在領導全球的應該是年輕人對吧 那我們這邊的就 年輕人可以再多努力了 那大家很多年輕人說 石老蔡你講什麼廢話 我們在台灣要努力的話 你先給我100億對吧 那我就先跟你講萬丈高樓平地起 我們大家先從股市賺個一兩億 然後我們再來開公司OK吧 所以先從做股票這邊開始 其實也是你人生當中的另外一個夢想 好 那我就繼續講戴爾 他最重要因為他漲最多 這個跳高以後當然我們看到這個 很明顯的 他的上下影線也非常的長 其實如果你把這個上影線 帶出來看 124.5到115中間 光是這一根就10% 將近10% 下面 上面大概又8% 整個加起來也差不多快要20%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以為昨天戴爾是 西線平靜無戰事 甩的之大我告訴你 越是多空機戰 那麼得出來最後的結果 越是兩方都甘願 簡單來講就是噴了嘛 所以LIPC的這個故事是不是真的是 但是說為什麼 戴爾都不漲了之前 所以說你相信市場效率假說這件事情嗎 理論上來講如果市場效率假說是真的的話 市場上應該沒有缺口啊 如果所有的價格都忠實的反應 已經公布跟未公布的訊息的話 戴爾怎麼會有一個30%的缺口 所以我不相信效率假說這回事 如果它是OK的話 你這裡早就已經上去了 或者我只能夠講說你有一個百分比 怎麼樣算強勢的效率或弱勢的效率 我相信你30% 這還勉強OK 正因為如此 操作才會有輸贏 所以我們才會有機會啊 如果這個市場完全都反映 價格的效率的話 其實永遠沒有研究的必要 因為你看到眼睛的任何一個價格 都已經是結果論了 戴爾說因為伺服器的關係 暴增然後講一堆 其實這個結論 早在禮拜五的時候 盤後盤就已經知道了嘛 所以資金早就已經佈在裡面 今天開高有賣壓也是正常的 上個禮拜五人家就已經買了 再來我們看到 你看你說利台怎麼辦 因為它分盤交易 分盤交易 賣壓都已經消化了 分盤交易最大的賣壓 在這邊都已經消化掉了 好那你看 舉個例子 你看像萬論也是 原本 它這個就最明顯嘛 這裡分盤就一直漲對不對 這裡沒有分盤 反而黑棒比較多 有沒有 那你看這裡又分盤了 越漲越快 有的時候你就分盤的話 等於把當充客擋在門外 反而走得越走越好 那機架的話當然就開高手機 像我剛才講的原因 大概我不講了啦 買點在這邊 不可能買那邊 好那我們看到機架 反而伺服器跟連接線器 這個地方就走得比較好 這裡上禮拜五我跟各位講過 對不對 這裡要找伺服器的周邊 再來我們看一下陳明店 上禮拜五預告完以後 今天在公益跟漲停 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解釋給各位聽 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如果你用月級別去看的話 這個邊有機會形成 是中繼真理的第一根 那不管它月底的時候 有沒有打下來 月底打下來就像這一根 因為你這一根還沒有上去 這根是紅的嘛 月底打下來流上影線對不對 可是你在月初的時候 現在月初吧 連第一個禮拜都沒有過 所以你月初過了前高 市場上把你當作月級別的第一個日出 所以說這裡是什麼意思 就是日出限大家知道吧 連續一段時間下跌以後 第一次出現 月過前一根加收高的K棒 這個叫日出嗎 那你如果是中繼日出平台呢 你就這樣看嘛 好那三月新計畫當然很簡單 在月初的時候 最有價值就月級別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一檔股票如果月K棒做日出 已經是30號31號29號了 沒意思 如果你是前面的兩個禮拜 那你月限還有兩三個州可以跑嘛 對不對 我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你看像鴻海 對不對 鴻海照理來講 是最不容易大漲的股票了吧 可是你仔細看 你看一旦他出現了這種中繼整理的現象 你看 連鴻海都可以被月日出帶起來 對不對 連鴻海都可以 還有誰不行 鴻海這個外盤一萬多張賣內外盤 他的這個拉台的難度不輸於台積電 人家也是一千多億的公司 對不對 你看 所以我講 月級別的日出就是一個重點 好那我們就來看 那歷程 再來這個部分 這個 其實HBM是一個高寬屏的記憶體 那這個其實 我們知道三星 美光這些大廠 在漲的這個東西 所以 其實我們台灣的記憶體廠 那因為它是封測 我們來講製造 就是說 有一些在這一次 HBM是 我認為是有點落對的 這個也是我們記憶體產業 我這一次沒有很喜歡做記憶體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實際上他們 像海力士三星他們那邊都在漲的 現在在炒的那個題材叫做 高頻寬的一個記憶體 但歷程沒有關係 它封測 對吧 所以它其實有踩到主流這一塊 那我們看一下圓鋼 今天是供了一個上供 這個是最標準的邊緣運算 它的合作夥伴輝達 跟輝達弄一個工業式的電腦 對不對 那這裡就是 我們就帶回來 我們剩下下一個階段再講 所以我們用三月星計畫 其實就是在月初最有價值的 找到月級別就是出 你想一下 技嘉它當時最有價值的買點 是在這個250 那這個時候大盤已經走到這個位置 現在有一個問題 好 那你看 當時技嘉上來那個地方 剛好就是11月底 12月的地方 對不對 那因為你這裡佔上1萬9 當作是一個新的起點了 所以 這邊是一個新的起點 當時這個技嘉是從這邊上來的 那這裡有一個新的起點 是不是表示說 其實在三月份可以找到新的股票 像技嘉一樣從底部上來 我覺得今天就是一個最標準的例子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朋友 今天所面對的最大的問題 當然很簡單 像我跟郭文說的 很多股票開高走低 其他不要講 你說股王 股王一定是正規的 就連股王它開在4500這邊 它都可以打下來收到4200這邊 你知道買在這邊 其實今天一張賠多少錢 你大概買個三張 今天就賠掉一台車了 當然有的人說 我怎麼可能會今天早上開盤 去買4型KY對不對 這句話是沒有錯 但是你有一件事不能否認 它確實有成交量 可見得一定會有人幹這種事 你沒有人幹這種事情 我問你是賣給誰 一定有人做 這裡可以表示一件什麼事情 現在的盤勢如果你亂追 它其實是有一定的兇險的 像我剛剛講的生機 對不對 平台突破是最難的 平台突破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非常難 坦白講 我在最近這一兩年看起來 平台突破的危險度是最高的 常常會流上已經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幾乎是已經 我是很不建議 有的老師很愛做 我大部分都是找從底部剛考 出現一個日出的那個級別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它從日出的 日級別會不會轉化成週限的級別 然後再擴大為月限的級別 你這樣子才能夠四兩波千金 對不對 那我這裡也跟所有的朋友講到 今天所有咬到開高走低的朋友 其實你可以撥電話進來 就是我們帶你換股 我覺得換股 換股是一個不錯的動作 該換股 換一些新的股票 那這一波一直看著指數上去 也不敢攻的朋友 其實是你的新機會 如果說一萬九九攻不破 還有一定的風險 你站上一萬九 其實變成一個新的機會 從今天當作是原點 對不對 我們先進一張廣告燒一下回來 為什麼要看它日出 日出的話它有一個底部的支撐力倒在 所以今天除了三月份低跟日出的 你可以看一下一月份日出 二月份拉回的 為什麼要等它日出 比方說我們看一下上禮拜五 天月電 當然安全監控是政策股當中另外一環 這地方是一月份 看到2024一月份 這地方是放假的二月份 很明顯一月份攻上去以後 二月份是拉回的 這個拉回為什麼不會去破掉季限 或破掉前低 照理來講它在這邊漲這麼多 為什麼它不拉回深一點 二分之一就擋住了 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說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你可以從月級別去想這個問題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日出是出現在這裡 對不對 緊接著它整理一下 然後這邊帶出了一個 比較有共識的一個突破 這一根日出棒其實它也讓它 不但交叉之外 它也要去供這個50 當然長紅棒的隔一個月 這也是一月份 這就二月份 二月份不是拉回嗎 所以你看 在月K棒當中 你看日線圖當中 在這邊三角收斂 就是這幾根K棒的組合 形態上就是這一根黑棒 有沒有 因為它月線嘛 對不對 就是這一根 好那這邊仔細看 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每一根的低點 都比上一根來得高 對不對 你從月K棒 想像一下月K棒 是如來佛的五隻手牢 你日線再怎麼甩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有沒有 這二月份 它低點比一月份高 對不對 那你竟然是一個日出格局 那我們看一下 三月開始公 三月一號禮拜五 第一天來做一個 所謂的突破的時候 那假設說這個位置 這個低點 它是在這個低點下方 或者是說 它三月一號要公的這個位置 是在這個地方往上公 那就差多了 為什麼差多了 因為你三月份的低點 假設是在這裡 比二月還要低 你的日出就失敗了 可是你看 一月漲這麼多 二月為什麼拉回來會不破呢 正是因為一月的K棒日出保護你 才造就了三月的什麼 K棒日出成功了 所以說為什麼要去找 剛剛日出的股票 為什麼 因為你剛剛日出的股票 你到了天上再怎麼甩 你甩不壞啊 但你如果說你日出很久 你日出已經六七個月了 那就像今天的技嘉 開高壓回欺負你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底部買的人這麼多 你來追不欺負你欺負誰 對吧 所以三月份是一個好機會 我認為就是要買剛起漲的股票 後續再慢慢跟大家講 先撥電話器來的人先上車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有利特 那齊紅當然這些是散熱的股票 那這還是最強 因為我們有看到有龍頭在帶 建設他也在攻籤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也有一忍散熱萬載 那今天有再創一個新高 好那我們看到另外就是設備的股票 因為紅素也準備要來挑戰千元的 所以包括後續的加登 那今天是宜特 都做一個中繼整 那這裡也是一樣 跟剛我講的天樂電是一樣的 你這裡日出 這裡就中繼 然後再創新高 好上品很明顯 那我們看到二月份剛日出 對吧 所以今天很順利的就創下新高 所以日出很重要 那剩一也是一樣 二月份剛日出 今天輕鬆創新高 這些都是屬於半導體的特用化學 短線上有震盪有上影線 拉回都是一個找買點的機會 達星在這邊也是一樣 那這也一樣 這個二月份做一個日出之後 今天再創一個新高 那富士達跟新日星 新日星的話 因為它有帶有的概念 所以它變成手機跟這個NB 兩邊都有 回頭來看一下NB的軸承 它還有信頸 因為這一次如果回頭來講AIPC的話 就不一定是只有手機受賄了 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看到 很多的股票包括要滑 它也一樣有帶有的概念 所以一檔新的股票出來 它當然造就很多的機會 每個月的月初最有價值的 就是月級別的一個日出型態 這就是我們三月份的新計畫 全面採用新股票的進場 去幫各位掌握 一萬九供兩萬的行情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明天一起進場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不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顯現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